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我们的牛骨髓挑一些小的 样子不好看的不喜欢的 先挑出来 我们炖汤 留着样子好的 我们的话放到我们的汤里面 将我们的蔬菜跟牛骨髓放入烤箱内 200度烤45分钟左右 就是烤上色 一定要上色 接下来我们将洋葱跟大蒜要用我们的不粘锅把它煎上浇色 等会我们把所有烤好的蔬菜跟炒好的蔬菜跟牛腩 放到我们的汤锅里面烧青汤 然后大蒜带着皮啊 直接爆里点一切儿 然后洋葱后切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锅煲烟了 记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放油 我们今天做的是清汤 清汤要去油 尽管的去油 所以说今天东西不要放任何的油 很简单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洋葱 哇 好香 好香 我们的大蒜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上色啊 记住啊 派人的原理就是no color no taste 一定要有颜色 有颜色才有味道 房间里面充满了浓浓的洋葱跟大蒜的焦香味 OK 我们准备一锅开水 将我们煎上色的洋葱 和大蒜放入锅内 然后将我们的牛腩改刀 非常瘦的牛腩看到吧 非常瘦的牛腩 在煎牛腩的同时 我们将我们的肉眼和绳子扎一下 定定型啊 还记得当年我的捆扎树吗 来 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道具 法式铜锅 我们先来提前感受一下 今天出品 锅内放入我们的香料 百里香 迷迭香 香叶 和少许黑胡椒粒 经过45分钟的烤制 我们的牛骨和蔬菜可以出来了 汤汁全部进去啊 番茄可以增加汤里面的甜度和鲜度 因为我烧菜不喜欢用任何的糖 番茄可以增加颜色 而且我们的牛肉也增加了你想要的颜色 队主 你想让你的清汤达到什么的味道 就取决于你的肉跟骨头 蔬菜烤了好不好 越是有颜色 越是有味道 但是不能浇啊 千万不能浇 好 我们的锅留着备用 再加我们的肉眼调味 黏胡椒 老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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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牛排客上馆啊 先封边 哎呦 这个深一点 在封边的同时 我们准备点蔬菜啊 加入我们的蔬菜 炒饭点蔬菜啊 加蔬菜 增加一些蔬菜的香气 还有我们的香料 百里香 灭蝶香 但是记住 千万不要影响到你煎牛排的部位 然后继续封边啊 本身和牛就是含很大量的脂肪 所以煎牛从来不放油的 好 接下来我们把两边的肉再煎上色 然后黄油喷到迷地香跟百里香 会产生一股坚果的味道 Nuts Nuts flavor 这就是我们全组中所说的美辣的反应 由于电磁造力气不够啊 我们加点外力啊 开个小外挂 好 我们准备出锅啊 让它冷一下啊 让它冷静一下 接下来将我们煎好的肉眼烧水冷却一下 肥糖坏塑料袋 真空 为什么要真空呢 因为肉里面还是生的 我们用低温50度 把它加温到mini red左右 就是差不多3-4分熟 你不能放汤里面煮 放汤里面煮的肉就没用了 然后将我们的肉 放入汤里面煮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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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好的肉 放入低温机里面 50度一个半小时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煮 牛清汤的味道全部都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的步骤就是要准备澄清 鸡清汤 牛清汤 番茄清汤 包括我们川菜里面的极品 开水白菜都需要清汤 清汤不是简单的 你把汤过滤一下 拿纱布过滤一下结束 我们需要用蛋白跟肉末 加蔬菜 重新做个大肉球 再把这汤澄清 倒入我们的蛋清 这个蛋清是我们做冰淇淋的时候 用了蛋黄 剁下来的蛋清 好 OK 经过三小时的 慢火熬制 我们的牛高汤 beef stock 现在只能叫beef stock 还不能叫康索 接下来我们把里面所有的那个 药渣 所有的药渣全部弄出来 然后家里面有阿猫阿狗阿 都可以当狗粮呀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里面的牛 里面的牛腩自己还是可以吃的 我们汤过滤完了 我们牛筋汤过滤完了 然后在我们前面准备好澄清用的蛋清 跟牛肉末搅拌的混合物 还有蔬菜和混合物 趁汤还没开的时候倒进去 慢慢的啊 烧火烧开 蛋白和牛肉会成成一个固体物 然后 所有脏的悬浮的东西都会挂在蛋清之上 经过量稍微澄清 我们看一下汤的颜色 跟清凑度 汤透清 而且成金棕色 现在我们把汤稍微过滤一下 轻轻的从上面把汤也摇出来 很多人喜欢汤直接往里面倒的是不对的 我跟你说 一倒的话汤就混掉了 一等到沉净的时候往里面过 你看汤非常的轻啊 里面还一点点悬浮 没关系 可以用滤纸把它完全过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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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非常好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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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棒 等到疫情过去的某一天 我一定要带Jacky去一趟练 我们再比较一下 然后回来我们再重新做一次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